这个案子是我们在高雄的 众多的案件之一 那由于它地缘 还有警官 还有案民的关系 它特别有指标性的意义 那我记得这个案子 我们在当初施工的过程中 每次为了要赶第一班的高铁 说大概五点半都要起床 然后为了就是能够 在最早时间抵达工地 把这些事情顺利完成 距离跟时间并不是 这个案子的问题 同样我们一样 必须要把这个案子 做到跟台北一样的品质 提供一样的完工的保固跟服务 这是一个茅培屋的住宅 它大概有静摆屏的空间 从旋关的设计 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独特的手法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用这种大弧形的方式 做一个悬吊的设计 清楚地界定了一个内外的一个动线 然后延续到这个厨房的空间 它是一个内外的厨房的 一个规划跟设计 其实它就是一个 用接近豪宅的方式来做规划 打造这个空间 组屋空间一样是延续饭店室的风格 当然还有一个基本的配备就是 所谓双中线的衣帽间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打造一个 类饭店五星级风格的一个 组屋房的浴室 我觉得这样的浴室 能够跟楼下的空间 来做一个聘语和故意 然后我们能够替屋主 延续这样的一个风格跟喜好 达到出一个完美的架 想欣赏更多张德良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